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入龄的跟没有入龄的 如果入龄的话 那就有特别的仪式要做 没有入龄的话呢 其实直接把它送到回收 或到寺院都可以 那如果是有入龄的 可以接运给别人 或者是你把它 如果是有价的方式 去卖给别人 让贡给别人 也可以啦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你可以跟古曼彤沟通一下 跟他说我们缘分大概到这边 希望你可以去帮助下一位主人 能够帮你累积更多福报 那如果你今天完全都不供的话 你可以送回原本请供的单位 或者是委托你的朋友 帮你带到泰国的寺院 一般泰国的寺院 在处理不供的神佛 或是鬼灵 都会送到寺院的树 大树底下 去摆放在那边 就随着寺院的一些风风雨雨 就让他慢慢慢慢地在那边消失掉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